共同的梦想家 就爱给你一份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桃子万尼准时收听收看我们的桃色新闻 今天我们有史丹丽艾莉 杏鲍姑莫姑 是艾姑 其实我们不一定聊句 我们也是生活中的达人 你知道吗 然后我非常谢谢 我又没有记得人家的牌子 一个锅子送我 送我了他们的东西 因为他看到我 针鱼的时候鱼尾巴是裸露在锅子的外面 因为那个鱼太大条了 他就想说他能不能让我去做个实验 然后我是觉得很有趣的是常常在脸书上分享 有时候比如说我女儿就会说 妈你都不发工作照 觉得你的IG应该 然后我每天发工作照 按赞几百人而已 然后po一条鱼的按赞数是我几百倍 对对对 我目前也是面对这样的困扰 迷惘对吗 大家喜欢看一些废文是不是 可是我是 对但是在废文 可是我是认真有感触 我就是说 这个鱼太大怎么拿到桌上 然后我就把整个电锅搬上桌这样子 然后就可能有些人会批评 说你不会用工具 然后有些人也会 很可爱的注意细节说 那尾巴有熟吗 感觉尾巴不会熟 你就说我不知道 他说那你吃了吗 我说我不敢吃 还是我们把它剪掉算了 没有我就说那个部分我放生 然后大家就会很开心 你知道聊这些事情就好像 因为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不会做菜 都是叫外卖或是别人 那殊不知我们也是会为生活里面的 这么就是小细节 有时候也是很困扰 那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大家可以来分享 那但是像我坐我对面这位呢 我们的杏鲍姑呢 其实我们俩应该都很羡慕他 他们真的是说走就走的夫妻代表 对不对 就刚才最近才刚回来 去了清景泽 卡路伊沢 突然又弃音 是有王静出现吗 为什么会在夏末的时候选择去清景泽 其实清景泽对日本人来讲就是一个避暑的地方 是一个避暑的深地 然后当然就很多人冬天有现在也会去滑雪 但我会选择去清景泽 这个时候去清景泽的原因是因为我只是单纯 就是不小心滑到一个小木屋 对 我刚好有想要去哪里玩的时候 然后就想说老是去露营 我会觉得那去国外露营 就觉得有点麻烦 你要带很多东西去 带很多装备去 那可是你又想要住在深地里面 那就找小木屋好了 好我可以插个嘴吗 其实日本有那个租车跟租装备 我们下次可不可以一起跟你们去 还有小汤小米 因为你们比较会用 因为小汤小米他们前日子不是去北海道 他们就是直接开露营车去玩 我一直有个梦想是说 我们去租那个车 然后去在富士山脚下 哦 那看富士山这样 哦那住在露营车那边 住在露营车里面 可能就是说我老公会想去住饭店 哈哈哈哈 但他很愿意开露营车 那干嘛开露营车 奇怪的组合 喜欢开车 但不爱露营 不爱住在车里面这样 那干嘛开露营车去 好那我们来聊一聊你们 因为为什么要请史丹丽来聊那个木屋 就是因为当然前一阵子在网路上也有看到 人家说国旅是不是被教训了 是不是太贵了 那先请问一下 你们的小木屋的住宿大概是多少钱 小木屋的大小大概是我们现在这个录音室的再多一倍 多一倍或是多半倍啦 那也至少有三十六瓶啦 多一半这样 干嘛我中介吗 差不多三十六瓶 你为什么知道这个 没有话说一倍嘛 差不多 对多一半到一倍啦都有 很大欸 然后大概一个晚上台币四千多块 他是一层还是两层 一层的平房 然后他是几间房间 他只有一间房间 他是只能两个人住 很舒服的床吗 一个房间 就像那种日本那种 你知道吗 不是达达米那种那个 前面有分起居室这样子 他是有那个 他是有不是合室啊 他是有房间 然后房间是床 但是床就是有点像是 日本温泉房间那种铺床啊 就那一种的那一种的 那一种的对 对然后也是有客厅跟厨房 厨房 厨房有有简单的厨房 厨房厨房客厅餐桌 其实都在一起 那没有电视 对因为你在身上 你可能也不想要看电视的 那很好到达吗 比如说你们的交通是 开车 就是只能开车 你们到新干县然后开车 没有我们直接从机场开过去 真的要开多久 三个小时多一点 加上休息站的时间的话 路上好开吗 就开去 大部分都是高速公路 从成田吗 从宇田 宇田 然后从高速公路 宰吗 下高速公路的话就走 有点算是山路啦 都大概就像你们家那个山路 香根 像我们家的 那我们家的比香根宽一点点 对 因为那时候老李他就是从 宇田到 营座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一上次他说 好恐怖啊 好恐怖好恐怖 宇田到营座 他不是坐电车就到了吗 因为我们要开车 因为他没有直接去山上 他开车 我们要开车去那个香根 他就一直说好恐怖 我说怎么了吗 他说那高速公路就很多啊 然后又窄又小啊 然后你又踏下错 是交流道这样子 然后我就说真的吗 真的很恐怖吗 然后结果我们就从营座出发 去香根路上 我也觉得挺恐怖的 都窄窄小小的 对啦 往香根路是窄的 都单线道是真的啦 对啊 大部分都是两线道 那你自己开车是会觉得是享受的吗 两旁的景色 很享受啊 就是除了高速公路的 就是就算了 因为就是高速公路 但是至少在国外高速公路 跟我们现在在台湾开的高速公路 风景还是不一样 所以那你很ok 但你一道千简泽真的 对不起我在拆个嘴 有休息站吗 有啊 你们都会下来吗 会啊 我也是 我下去还在乱买 然后我就上来 然后可以跟大家就是讲一下 日本的高速公路的休息站 有分SA跟PA 什么意思 PA就是parking area SA就是那个服务 areas service area 对service area 当然通常SA会比PA大 所以大家要选的话 因为他会写说 这些什么三方SA 然后什么什么蓝山PA这样 所以SA就像关系一样那么大 对对对就比较大 对对对 然后PA可能就是比较小这样 就只有停车这样子 但也是有卖东西 比较少 差不多实定 实定是 实定设计区 那只有厕所而已 实定有啊 实定有休息区 有简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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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好你说一到那边怎么样 就是你真的一到 清凌泽之后 然后就整个氛围 是完全不一样 充满了绿树 对就真的被森林包围 就即使是开车 就我们到 我们白天 白天开车出去的时候 那个阳光洒下来 树印那种感觉 开MV 整路都是这样的感觉 卖汽车广告 对对对对对 你就是开在那个路上 就觉得好舒服 对啊 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那个就是 什么叫新矿省医 就瞬间你就整个人就 就好像远离成销 对不对 然后再来进入 那清净泽我是 我好像 就是下雪没下雪 我都去过 但我就记得那时候 有一个什么 John Lennon 对对对 去过的面包店 John Lennon去过很多地方 对对对 你知道野田屋吗 你不是在那附近吗 对没有我们开 我们是离开那边 我们住的地方离那边比较远的 对对 等一下可以讲 你们住几天几夜 我们住了四天三夜 哎住了四个晚上 对四个晚上 我就不想回来就对了 四个晚上 然后因为我有看到照片啊 就是你知道很漂亮的小木 就是尖顶的这样的嘛 对然后里面里面就是这种木头的这样 给镜头看一下 那个在YT上的人可以看一下 就是他里面都是木头打造的地板墙壁啊 然后那你们都在那边做什么 你们两个出去玩 好像常常去听音乐喝啤酒跟看书 对 我们在那边做什么 其实因为就是 我如果是在 因为我们先住 我们住的小木 我们是在北清景泽 就是其实离清景泽 你大家知道的区域 特殇附近比较远 对开这还要半个小时 蛮远的 对但我觉得就还蛮 更宁静更舒服啊 应该更安静 对更安静更舒服 然后也比较不会那么贵啦 对啊 然后呢 对对 然后我们其实每天每天在干嘛呢 我们早上起来就自己弄早餐吃 然后吃完之后可能在那边看书啊 然后在那边瞎混啊 没干嘛 在玩面拍拍散散步啊 是看得到野生动物的地方吗 呃我有看到 鸟之下有鸟叫吗 鸟一定有啦 鸟一定有 然后我在开车的时候 看到鹿从我前面慢慢的这样经过 真的是路 我又觉得天啊 你也走太慢了 不怕被撞到 悠闲 对对 但因为那时候有点 有点 我在开车我没办法拿 我没办法拍啦 不然我很想把它拍下来 对对 然后继续再睡觉 然后 然后那个 结局是不是错过了一切 他错过了一切 对他错过了很多 对然后那个 所以我们没事 就在这弄虾混 混到大概快十一二点吧 然后就说 因为我们去 有时候去爬个山好了 但是当然就不是那种很难的山 但是什么就走一走 走一走 小秋林山坡这样 也没有到那么轻松啦 对 那或者说 或者说那我们就去那个 这附近有一家 披萨店看起来还不错 或者这附近有一家咖啡店看起来 我们就开车去看看这样 然后我们就去的 例如说我们就去的一家披萨店 那战地之大的 就是大到大概 应该跟大安森林公园差不多 真的真的 真的 对 然后他就是 对 真的是这样 然后根本就盖一个入口就好了 我们后面是森林进去 差不多就是这样 然后他就是会有那个 他就是自己弄了好多那种 小孩子可以去玩的树屋啊 就看就看 我找我找我找他照片 等一下 这么大的披萨店 太大了 他是那种窑口吧 对 自己窑口 自己窑口 就是这样啊 他有很多这种 这根本就是树林里的小木屋啊 这是披萨店 对 这是披萨店 披萨店 披萨店 然后位置只有这样的 好漂亮哦 也镜头看一下 这个位置太漂亮 这是教堂了吧 木头屋顶 对啊 然后这样子交错在那个顶上 好美哦 真的像教堂可以结婚的地方 嗯 然后呢 大家看好小木屋 然后这里 除了小木屋 除了那个树屋之外 他还有这样的地方 太美了 树林 而且不是诡异的树林 不是拍鬼片的 是那种就是诗情画意的树林 所以很舒压耶 所以他就说你如果在等披萨 要摇烤嘛 然后你没事的话 你可以先去那边走 你可以先去那边走 他会跟你一个那个 那个美食店那个嗶嗶那个 那个到底叫什么 想了之后你再回来呢 震动器 对震动器 然后他就想了之后你再回去吃 然后如果没有位置也没关系 他那个树林 对 树林里面有很多树下的位置 就是你就可以坐在那边 你就可以坐在那边 震动器 毕竟拥有自己的森林耶 诶那他有没有掉床啊 诶没有 他如果在森林里 就当然不是掉在树上 我刚好拍到这两个日本女生 就这样坐在树下 在那边吃 很棒耶 真好 诶 诶 我觉得 我觉得机器实战力 就是你们真的要开团啦 你们先带我们去 哦 对不对 明年的音乐 要带30个人去那个披萨店 明年的音乐季啊 然后那个说走就走 你带不行 对不对 诶我想问一下 因为我想去看一下那个东京的叶子了 哦 我上次去都绿的啊 说红叶 到底要去哪看 秋天的话哪里比较好看 枫叶 呃 日光吗 京都吗 日光 京都也可以啦 日光也 我有在京都看过啦 京都哪里是最好看的 蓝山 还是要去蓝山是不是 嗯 其实我有一种 我上次去京都的时候 室内 就四条三条那里也可以 对 室内其实就有很多红叶 或是很多 有一个庙叫 永什么寺啊 反正他很多寺 对对对对 反正就都已经有 然后 因为我跟蘑菇那时候去过蓝山嘛 嗯嗯 你知道虽然是绿油油的一片 但是因为他的水也是深绿色 对 然后我们去的那个星野又这样慢慢晃慢慢晃 你就觉得就已经是在梦境 对啊 但是我看到那些叶子 我心想哇靠他变色一定更不得了 很美 或是我想到东京的高尾山 对高尾山 怎么去 坐坐电车就可以到了 从哪里哪个车站 新宿 新宿 然后坐电车大概坐一个小时会到高尾山的站 但是到高尾山站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很多红叶 但是越往上红叶越多 但是他有那个缆车可以坐上去 很好大大然后缆车可以坐上去可是缆车可能要排很久 可能要排一个小时 我排过玉龙城 OKOKOK好 哈哈哈 对 然后 无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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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就是在那边排啊在那边等缆车 但你在排缆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红叶在你头上 我想起来我们去那个贵船的车站 Oh my god 对 它是一个很小的古老车站 贵船神社那边 那它旁边那些风数什么都是有点这样子弄到那些电线什么的 很美很美 所以那时候拍拍就觉得 嗯就是如果变好 就是我们搭电车过去的时候 叶子都是在你旁边 在两旁 而且我知道那个列车 我们搭那个列车还不是喔 它还会有所谓的观光列车 嗯 就它的窗户会做得更开阔 让你看到整片 就一直被树枝插这样的嘛 对对对 类似类似 没有因为我们住行园的时候 我们的窗户打开 对面就是那整个山 对对 然后就是你 小火车跑过去 他一直想去坐的小火车 但是我们因为一直在 换饭店 I'm sorry 然后就比较赶 但是我们就打开来 他说啊那个 朝午饭 早餐我们就这样很优雅 在吃了 然后就看到对面 然后我们就这样看着他们 我们想有人坐火车上 火车上的人全部跟我们着手 对所以要看到我们 对然后我们就这样 他是看到我了吗 然后我就拿个筷子这样跟他说 Oh my god 就是其实看得很清楚欸 对不对 但是也蛮还好啦 我们应该看不到 我们没穿那衣吧 我们蛮整齐的 哈哈哈 但是因为史丹利 他本身是冲绳的 绳 欸对 冲绳的绳 绳子的绳 冲绳的绳子 他也是京都的喔 真的吗 嗯 什么意思 京都的大使啊 带我走 好久没去京都了 我也好久没去冲绳 欸那你去京都都怎么玩 没有啦 京都 我真的好久没去了 我真的觉得京都 我们要一起去一次啊 京都是那种 就是以京都为中心嘛 然后放射性的去玩 你不能只在京都市玩 周边的那些 都是一个小时左右抵达 我们东北去过嘛 然后南边啊 北边一点 中间也都有去过 美山什么都是附近 美山啊 什么那个 那个什么 周 周跟 那个 雨智什么 我们也都没去啊 河山文家 雨智也没去 盗河什么 神社 盗河神社吗 就是很多那个 鸟居的那个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 真的太热了 对啦 所以后来我们就说 所有观光景点 我们都不去 因为还有最可怜的是L��게 因为他第一次去 她没有去任何观光景点 今天史丹利在告诉我们 他们即使夫妻很厉害 说走就走 想去哪 就去哪 然后滑到小木屋 就去了清景者 然后除了那个Pizzarte店 除了Pizzarte店 因为我知道 大家印象中 的清景者就是集中在 那个车站附近 只有龄座商 去教堂嘛 对教堂 对啊 那个商店街什么走一走 然后现在多了一个是 还有那个outlet 对对对 然后还有多了一个 那个新野在那边弄了一个 渝宿街小镇 对然后也是 那是什么 我不知道 就是新野 新野然后在那边的腹地 弄了一个就是河边的一个 小镇 小镇 它们弄成一个小镇 但都在卖东西 但是都有 都有很厉害的那个 卖东西同质性会高吗 没有 会不会别的地方看得到的 没有 他大概只有 只有那个咖啡是 新野者很有名的咖啡之外 其他其实他有 他有精选过店家啦 对所以有卖酒的啊 卖咖啡的啊 然后有卖面包的啊 然后有 有有餐厅啊 什么都有这样 然后他把那个 就有点造政计划 就用木头的房子 然后在河边 盖了那个 盖了很多木屋 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逛走 那边还蛮舒服的 然后你可以买了东西 然后就坐在河边 那在河边有位置 然后看着河 然后再喝东西啊 我们去那里就可以了 比较近 没有我觉得 大概熟即使夫妻风格的人都知道 就是说 其实他们的旅游 是不是说一定要做什么 而是去很chill的去享受那个氛围 我觉得这样是其实最好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一点任务 就很有压力 身边一堆人就说 你要帮我带在恋爱玉手 然后就还要撑个伞 有没有 他旁边说等一下这多少钱 这多少钱 然后心里就想说 这会有效吗 我们是这样买了而已 我们没有去过香炉 对 我们就是 有找到了 终于找到了 赶快买 买一买买 再算说谁要恋爱 谁要健康 谁要什么 还在这边算 就想说我真的是代购 对啊 怎么变代购了 那但是你知道吗 这身边朋友很需要嘛 所以就要帮他们去一下 可以看刚刚讲那个清净哲 心眼弄的一个那个 对啊 你看 哎怎么样 猴头姑什么时候我们能一起去 心眼弄的一个 我发现我跟你们没有办法一起去 因为你们 你们要上班 我们是同一个工作team的 HB就不能去 就是比方说我 那个的话就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对啊 就是在河边 他弄的这样的位置 很正啊 对啊 他可以下去洗脚的那种啊 不是洗脚啦 我不是要洗脚讲错 我就是说 就是你知道吗 就是让 吸血缓缓流过我的脚背 那种感觉 那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 不会被嗶嗶吹起来 但是因为人太多了 我觉得不好意思 走远一点的话 应该可以啦 对啊 我觉得就是去放松 然后我自己有个小小心愿 我们每个人说的心愿好不好 就是我们大家一起 一起以后能够一起去 去那个日本露营 哦 老李不是不喜欢 他就放附近 有有有个床 让他躺下来也是可以的 可以啊 可以因为我朋友 我专门在做日本的露营 他 他就是专门 就是他可以带你去 然后东西要帮你准备好 你只要忍到就好 但你要付钱 当然当然 那请问一下蘑菇雷 你有没有什么心愿 心愿 你游的心愿 还是你不想理我们 你要一个人孤独的走 好像也不错 啊干嘛 你说啥啦 怎么突然变那么悲伤 你下一个想要许愿的地方 我想要去看雪啦 哦 因为没有真正的 只有看过几次 就那种漫天风雪 的感觉 雪缓缓飘下来 真的很美 我跟你讲 这几年极端气候 大家要去下雪地方 真的要还是要看一下迹象 因为有一年 北海道那时候发生 就是30年来最大的雪 那一次 我们还好 我们还先上山 带小孩去 就是比较人烟罕炙的那种 温泉去 然后进去说 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 没有人 然后他那个户外 好不容易出来一个人 他就说你们可以自己进去啊 买了票什么 我们就进去 他户外那个雪已经高到 我们就有点觉得说 他会塌下来吗 那那时候还没有吹风雪 我们就很高兴带小孩这样洗完 我们就下山了 下山下到那个Niseko镇上的时候 我们就去这家烤肉店好了 那时候就不对劲了 那个风呼呼 然后我车门一开 因为门边一定放一些饮料罐 然后吃了什么 那些袋子什么 就全部东西都卷出去 那我想怎么会这样 然后我们拉不起来 好 因为风太大 然后刚刚把小孩带进去吃 然后我们就进去 后来他们说那个暴风雪 暴到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记者打电话问我说 你们还好 我说怎么了吗 他说浩角响起 好像不知道是浩子 他说我们被困住了 就是大到这种地步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危险 所以还是要去安全的地方看暴风雪 所以不看暴风雪 不是 暴风雪不要去了吧 我们看下雪就好了 你想要看下雪 对下雪就好了 我们再杂谎就好了 小人果还是小叮当有 小叮当 OK的OK的 什么结论 好啦 谢谢大家收听收看 祝你这个下次度假愉快 拜拜 拜拜